硕州商界之首军胜集团 突遭重达商业狙击 截至目前 集团公职已暴跌二十亿 积极可畏 军胜遭受致命狙击 现在 我需要一个解决方案 姜董 这次狙击 摧枯拉朽 事故破除 对我们而言 那是必死之狙犯 我们 无力抵抗 我需要对责 我需要对责 姜太监你好 这二份文件需要您变签 我现在没时间 在这种事上浪费 你先等着 在座各位 都是军胜精锐 出生顶尖商学院 声名显赫 而现在 集团生死存亡之际 你们给我的回答 就只是坐以待毙 现在 正是世界级的情侣挂头 云雀国际 入驻大厦的关键时期 各州的一线集团 都在争取合作机会 而我们军胜 风头最盛 所以遭到了 三大集团的联手打压 这一次 我们怕是再见难逃 不留一天了 请问 哪位是江婉宁 江小姐 你怎么上来的 而且我不是说了 不要在这种事上浪费 所以 你眼中示威大事的 就是应对着低级 狐烈 偷动摆出 犹如过家家一般的商业区 堂堂军胜集团的董事长 朔州商界的天之交 竟然盘见一种 小麻烦示威大事的 你行不行啊 你行不行啊 放肆 谁给你担子 敢擅长金圣底层 在这儿大放厥词 大放厥词还真谈不上 实事求是吧 我还有笔鸡蛋要送 时间有限 下面我说的话 好好听 好好听 放弃你们军胜 已经推行已久的三号巷 把现有的全部资源 转投到虎视已久的七号巷 你们的问题 就可以迎刃而进 幸福开河 你真不知道 君胜在三号项目上 也曾投入了超过十五亿 就凭你一句话 你也想让 方官大下全进 你们七号项目 所设计的领域 是一片空白 而这个 也是云雀国际 所感兴趣的方向 与你而言 是最好的选择 至于成功之后 你们君胜 会获得怎样的成就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你不过是一个 跑腿送外卖的 你有什么紧张 资格在这儿高谈阔论 你有什么资格 去彩测云雀国际的喜好 要知道 云雀国际 可是世界范围内 首屈一指的金融寡刀 齐万 齐好想 这是目前情况下 君胜唯一的自救策略了 一旦成功 无论云雀国际 是否有兴趣参与 我们君胜 都有可能会 置之死地而后生 更有一步登天 成就一代商业深化的可能啊 江董 我们君胜 要救了 江董 你干 你干 你 到底是谁 跑腿送快递的而已 叫下去 你都快递 你好 抱歉抱歉 我上一笔订单耽误点时间 我马上送过来 好 再见 安保部长 赵峰 告诉我 他是怎么上来的 江 江董 那个送快递 我们本来是拦着他的 后 后来没想到 我们三十多个武装保安 连他衣服都没碰着 眼睁睁看着他突破封锁 那 那小子就是个怪物 董事长 那个人来路不明 归根道路 就是个送快递的 对社会上流和商业规划 该不知 他的话不能限 否则风险真的很大 江董 明确国际发贷通知 将为我们的旗号项目 注资五十亿 军胜 将是大夏境内 第一个获得 云雀注资的集团 刚才闯入我们 会议室的那位先生 为我们军胜 带来了一场 绝无仅有的奇迹 这 这不可能啊 查 从现在开始 优先等级提到最高 今晚之前 我要知道这个男人的 所有踪迹 去向 一切资料 是 是 先人全是过 你们 尽数 十年期满 云雀国际首席执行官 楚明 携云文黑卡 请清军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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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金雀 十年了 是的 云雀国际已如约入境 帝京沈家也发出号令 七日后 将入局淑州 并淑州许家 在天书庄园 设清宵宴 为您公开 云雀清军 沈家三公子身份 云雀的合作方理 要有情欲的问题 属下一令 淑州云雀总负责 安排专人 为您的妻子 苏清月小姐 送去百亿丢台 作为云雀集团的 首要合作对象 既然由此 把消息放出去 您要为苏家造势 今日 苏老太太 曾有恩典 我答应过她 要赴苏家 清月祖 这五年 有您的暗中帮助 苏家已经从墨流家子 涌入淑州的上渠 但是苏家地域的潜伏 还得不到上渠的任何 今晚 苏家会借苏老爷子的寿宴 往邀淑州名人 养苏家之名 那苏家未免也太看了 你自己 若没有您的帮助 这场寿宴 恐怕也是 门可罗雀 归根结底 还是他们活的 但凡有半点可造之后 他们早就成功 一方霸业 好了 先把您的消息放出去 然后为我们一份后 以地精沈家之名 送到苏家 是 送完这最后一笔顶单 也该和过去道别吧 您好 您好 您好快递 您的快递已经进去 秋月 沈迟 天下 东西送到 他是谁啊 他是谁 你们 你们在酒店做什么 什么 认识 他 是我的丈夫 沈迟 沈迟是吧 在下朔州许家 许云泽 云雀国际朔州分部 副总 云雀国际朔州分部 副总 没错 我们藏测不透 你可能不太理解 云雀国际 乃是我大厦第一室 毕经沈家的一位传奇人物 一手无忌 放眼整个世界 也是首屈一指的金融寡刀 而我则是受那位传奇的亲职 特之朔州的云雀高层 我和清月是旧事 我们只是在这里谈论一些商业问题 亲职 高层 我倒是头一次听说 而且 有什么问题是非要在这酒店套房里面才能谈的 省吃 清月 以你的身份 孤落寡闻 眼见狭隘 这不是常态 就像你以为的这里不能谈论商业问题 我和清月谈什么 你听得懂吗 于我面前 眼见狭隘 孤落寡闻的只能是你 至于商业问题 你怎么确信我不能理解 够了省吃 收起你恶心想法和解决 我跟云泽 在这儿只是谈合作 谈合作 可以 但是作为你的丈夫 我是不是有优先知情的权利 你知道了有什么用 这不是习以做饭 我们是在谈商业的应对和决策 你帮我上忙 爱琴啊 话不能这么说 毕竟她刚才一路跑道 把我们这样送到这儿 我 你别说了 抱歉 合作的事 我下次再来 我说过 你有什么难处 我是可以帮你解决的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信我 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要我怎么信你 信我 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要我怎么信你 可是我 我不求你像许云泽那样 成为那位传奇轻指的云雀高总 我也不奢求你的包 我只求你别影响我工作 别添乱 你连这样都做不到 他选择不过是一面之词 他根本就没有资格 而且我 他是朔州云雀的副总 你呢 你是什么 我是什么 苏卿月 原来这些年 你是这么看过他 你现在什么样子 你心里清楚 我不想跟你吵了 这件事情 到此为止 对了 今晚是爷爷的寿宴 家里人很重视 我提前给你说好 不要带着你的自以为是和情绪 参加寿宴 对苏家的理由 丢眼 今晚的寿宴 我本是要给你苏家一夜风了 沈迟 你要让我对你彻底识到 和死心 行吗 黄尔 除名 给我备身机化 爹爹 祝您万寿我们家 好 爹爹 晴悦 走 慢着 诚痴 爹爹让你坐 慢着 诚痴 爹爹让你坐 你什么意思 我姐准备的寿礼已经送过 你的呢 子役 你别在这儿 姐 现在可不是替他说话的时候 今天晚上爷爷授殿 他空着手来 分明是没有把爷爷放在眼里 这种态度 他进门 被啰嗦 授礼 我已经安排人去准备了 稍后就会送到 原来是安排了人呀 那你倒是说说 你安排了什么人 难不成 是你那送外卖的同事 我安排的人 你还不配妄议 有 瞧你这话 你沈迟难不成 还能安排什么大任务不成 怎么了 是你 沈迟 你 到门口上坐坐 凭什么 你还有脸为了凭什么 要不是你 天不支持人呆在了苏家 我们家千万也早就嫁入了豪门 像今天这种寿宴 是不定该有多么热闹 可是现在这样 如此朗青 你是不是忘了 五年之前 你们苏家还只是世家末 如今才堪堪迈入朔州鼎子 底蕴 还不够得到认可 现在 你们就想一呼百应 为我们前太子以为是了吧 哈哈哈哈 瞧瞧你说的 我们苏家的崛起 好像已经有什么关系是吧 我实话告诉你 我们苏家 之所以用五年的时间 融入到朔州的底层 那是因为 我们家青月天资灼然 尽心竭力 要不是你偷他的后腿 他的成就 不可限量 可能吗 别说 我就这么说 今晚 我就是让这个废物 知道知道自己 以尽皆量 大听广众 抽抽嚷嚷 成何体动 甚至 今天晚上 我不想跟你斗动 要么 你自己走过去门口 那座座 要么 你可给我滚住延维亭 你在这儿给我苏家的人 云雀国际到 云雀国际许贤 帅 朔州中座不明 苏苏老爷子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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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 请入座 请入座 成蒙许少 大驾光临 今夜苏家 真是庞壁盛会啊 苏老爷子客气 我和今月是旧事 恰好今夜寿臣 此次前来呢 一为货寿 二 为宋 苏老爷子 您可知 地经审下 地经审下 那是大夏敌世祖 出雷贯尔啊 据说啊 就是那云雀国际中高高在上的首席执行官楚明 都对他奉以为尊 神家固然辉煌 那也极限于大夏敌 真正能横压一世的 是那位国际上号称清军 曾为真容世人的 属家三王子 云雀国际 就是由他一手扑起的 这世上 竟还有如此的梦 是的爷爷 那位云雀清军 是当之无愧的传奇 苏老爷子 徐某有幸 曾与他相识 得他亲自 成为云雀高则 今日云雀入境 我看在清月的面子上 可像族家要人的份敌战 价值百亿 徐少能得那位传奇看重 那是前途无量啊 如今 有赠百亿订单 真是要给我苏家 一场行胜啊 就你 不见某些人 吃我苏家用我苏草 到头来 爷爷大寿 还空着手 真是甜不知痴 你笑什么笑 我笑你愚昧不轻 笑他 大眼不惨 你什么意思 你屡屡以得我亲指为傲 又自称与我相识 得百亿订单 但是自今日之前 我为何从未见过你呢 若我没理解错的话 你的意思 你就是那位生业传奇 人家三公子 厉害 厉害 苏老爷子 看来我徐某人 今天多此一句 原来大名鼎鼎的 沈家三公子云雀青君 就在这儿啊 那我看这百亿订单 苏家也不知道 混账东西 那云雀青君 沈家三公子一代传奇 也是你这个废物 能冒人的 百人 立刻把头 厉经沈家道 地经沈氏 赠苏家玻璃肿 帝王绿如意一饼 东珠一壶 汤尘一品豪宅一套 麦巴赫 雷德浩特一辆 金铁五十根 礼金一千万 如此重力 当真是给我苏家的 毕竟沈家 赫苏老家主大寿 毕竟沈家 我的礼礼 道路 原理 没错 这 就是我准备的寿礼礼 琴悦 我跟你说过 今天晚上 我会给苏家一眼光光 现在你看见了 苏老爷子 试问这份寿礼 可还满意 笑 这寿礼 分明就是 帝京沈家所做 跟你沈迟有什么关系 和我没有关系 没错 若你沈迟有送得起 这寿礼的能耐 又何必在我苏家 整整白吃白喝五年 从始至终 你不过就是 一个以事不成的垃圾 那这些礼呢 自然是沾了许少 纵观全场 只有许少一人 跟帝京沈家关系人情 并且得云雪清君 沈家三公子的青睐 而你沈迟摆明了 他实际上冒有功了 莫不是以为自己兴生 就能跟沈家潘的少计层关系 四姨啊 言之有理 许少 有心了 好一个言之有理 好一个有心了 苏老爷子 你今天晚上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沈迟 你在说什么呢 快给爷爷道歉 你是他苏崇业不明事实在现 被 静远 有必要这样啊 你我之间连话都不能好好说了是吗 云雪 那你呢 你要闹到什么时候 我闹什么了 你先是冒人云雪内围传奇沈家三公子 现在又冒李云泽的寿礼 在你心里有没有一点自知之明 我没有自知之明 早早就跟你说了 不要在苏家的寿言上丢人 可你 莫无尊被口遮了 我明明给过你机会了 你为什么要一二再三二三呢 让我失望透顶 我不会再对你抱有任何期待 我们 离婚吧 所以接下来的军 董事长 那位挽救了军生的先生查到 他叫沈迟 公职于一家物流公司 是瑟州苏家的御讯 但是 苏家对他的态度非常微妙 一直使他为耻辱 非常排斥他 朔州苏家 莫不识初 周明 是 取三成军胜集团补尊转让协议 欢迎 取军胜名下逆顶封城门塔 再背车 随我以朔州商界之手 军胜集团的最高规格 登门苏家 是 董事长 你管 对 没关系 五年了 神痴 无论是我 还是苏家 都站到了瑟州上 只有你还是这副样子 一无所长 戳脱无尘 悟空一切 又自以为是 从来都只会拖累苏家 给苏家难堪 原来 正五年 带你苏情愿的严 我就是这样的 对 没有你 我苏家只会更加汇广 没错了 苏家之所以能有情 是因为我应约护了苏家五年 你放屁 我苏家如日风生用得找你来护 神痴 苏家子的羊 最不配树 正五年 是苏家羊 给你容身 离开苏家 什么都不是 烁州上 不会再有人看得起 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 看不清楚的侍女 是苏家 烁州军胜集团到 既然苏家排外有眼无珠 那烁州军胜 愿以三成股份 与地形天成 恭请沈先生一架 什么 开什么玩笑 军胜三成股份 可是价值数百亿 地形天成 他是以为是我们苏州 绝不仅有的顶级豪宅 这 这 杨勇 您是不是搞错了 您今夜亲至苏家 就是为了这个 上不了台面呢 苏老爷子 听你声言 若连他都上不了台面 那你们苏家 就真的是百无一事了 姜董 若苏家有得罪你的名 您可直说 何必借他 再打压所谓 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 苏家短见博实 昏溃无能 再有十年 也造不了值得军胜打压的高度 今晚 我只为他而来 姜董 话不能这么说 苏家现在是 银雀国际的首要合作业项 而且已经得到了 沈家的赠主 已经挤身朔州衣领 与你军胜 不遑多让 而他区区一个坠区 不计沈家冒犯银雀 带上所有的名流都有目共主 而你军胜今夜要保护他 还是玩火上身吧 是吗 那我军胜 从之不得 沈迟 说到底我苏家还是云友恩 可是今天爷爷大少 却连和外人 四亿万为打压我苏家 往我潜的五千万 就是这么拥抱 他刚才不是扬言 对苏家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得他想住 凭他 什么时候我们苏家军期 要靠一个汪汪费了 这 又是你们苏家 运入上游之后的罪点吗 甚至 今晚是你有愧于苏家 我有愧于苏家 对 看在过往后 你冒犯沈迦冒犯人去 我都可以就此进入 只要你带着这些外人 还有你的灵气 离开这里离开苏家 有苏青月还有苏家 不需要你这种 无能狭隘自私阴暗的男人 这位苏小姐 无能狭隘自私阴暗 只会拖累苏家 让苏家难堪 这就是你苏青月眼中的网 这就是我护了整整五年的苏家 够了 舍迟 苏家养了你整整五年 你没有任何资格和立场 来指责苏家 好 既然你苏青月 和你们苏家都笃定 你们现在所作用的一切 皆与我无关 希望我离开 希望我收回 那我满足你们 你们 楚明啊 三分钟之内 到朔州苏家 废除订单 收回赠礼 取消我赋予苏家的一切权利 这 就是我的立场 我希望你们苏家记住 今日的所作所为 踏实 不要后悔 后悔 我当初最后悔的是 没有拦住老太太 让你这个吃软饭的 进到我们苏家的门 挡住了我们青月 长长五年 五年前 你们苏家之身莫灵 几乎要跌出世家之力 偌大的家族 只有刚刚毕业的青月 可以勉强为以众人 当时的她 举步为奸 屡屡受挫 是我一直照顾她 陪着她度过的地图 你啥我脸上天地 你一个做饭媳妇的 你还没干什么 我们苏家 去你这一个保姆吗 陈迟 为了你那点虚伪的死人心 你还真是挺卖力啊 不过可惜了 今晚是我苏家 把你踢出门 你说的再多 也只是一条 丧家之权 今日 我同你们苏家 恩断义绝 山迟 你还真是不识好歹啊 这边你把事情 做到这种力度 青月爷爷既往不久 保你周全与你离开 而你呢 不知悔改变本加厉 难怪青月会 对你失望透顶 失望透顶 那是她的问题 沈先生的能力 还轮不到你不赖之意 同样 她的周全 也用不着你和苏家来考虑 我姜婉宁还在这里 今晚 朔州军盛 愿与沈先生共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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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氏 我知道 你今天晚上种种心 无非想向苏家证明你的尊严 但尊严 都是凭自己的能力得来的 你现在 只会站在她的身上 划重取宠 装腔作势 你这样 只会显得你更加可笑 只会让我更加的看不起你 你错了 青月 我的能力你无法估量 你所认为的也只是你片面的成见 你从未真正地了解我 你根本就不清楚 你所厌恶的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杜老师 作为男人 你不知道七月小什么 给不了她小药 作为女婿 你拖累苏家五年还恩将成功 像你这样的败类 三番五次大言不散如我云雀 苏老爷子 事已至此 您还不愿意跟她划清干系吗 是啊 爷爷 许少说得对 这一宵 今天晚上一直在往死里 得罪云雀国旗 摆明了是暗藏火旗 见不了咱们苏家的狠狠 想要回了咱们跟雀狠狠 害咱们苏家呀 你这是大逆舞蹈的东西 从现在起 我以苏家家族的身份 照告所周 这甚至 你是我苏家的情绪 今夜期 不出苏家 我苏家 再无干系 您却首席执行官 楚明到 您却首席执行官 楚明到 楚董来了 您卷国记得楚董 这等大人 就会听到我苏家 我没 真是他 爷爷 不必警告 众所周知 我苏家 之所以能力足以上乎 一是因为家族的 叩计活法 二是因为清月协 能力出众 而他 若是真有一个电话 能叫来出众的能力 那就当他便成为你了 可若躺他真是那位残妻 不提我苏家底蕴 还有清月协的能力 单凭我苏家 养他护他五年这一年 我苏家 愿能成一方豪卒 然而时至今日 我苏家 不过侃侃迈入朔中上 这 不合理吗 不合理 不错 云雀清君 连云雀国际这种庞然大物 都能一手护起 而你口口声声说 顾了我苏家 那我苏家 为何没有一步登天 倘若不是你这废物 在这儿信口死黄 难道 是我苏家过于无能 扶不上墙的吗 你苏家这五年 除了自以为是的 本领有所掌鉴之外 真是一失谋 说是过于无能 扶不上墙 也不足为故 至于我的身份 等一会儿楚明来了之后 亲自来说吧 让楚董亲自说 你还真把自己 当云雀清君了呀 别做梦了沈迟 楚董今晚亲自 当然是为了许绍这位 得云雀清君 经典的云雀高词 跟你是只有个屁关系 爷爷 今晚许绍 先是代表云雀国际 为我苏家送来合作 又是引得沈家重礼 楚董亲自 我苏家已是同妃之相 无日便会牛顾云端 好 好 匹少 才是我苏家 潜在南同的 喂 苏老爷子 您言重了 苏家本就抵御深厚 清悦又能力出众 本就应该受到云雀的青睐 我呢 就是树水推手 苏总年纪轻轻 就能赢得云雀的青睐 这当真是不得了啊 如此说来 这苏家怕是要超出硕终 取国扬名了 来来来 大家一起敬苏家一杯 还望苏老爷子苏总之后多多观照啊 来来来 准备 沈迟 看到了吗 这就是苏家靠能力和积累 获得的尊严和辉还 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认同 江董 一直以来 苏家与君胜比 确实差了点 但日后 苏家的未来 未尝不能达到永远之上 今夜的事 苏家记下来 你记下来又能怎么样呢 即便没有了云雀 君胜也还是君胜 君胜也还有沈先生 但你们苏家 亲手将沈先生推出门外 若是再没有了云雀 但你们苏家 不算是什么东西呢 没有了这个沃囊匪 苏家还有许少 还有我清月姐 日后 我苏家只会更加兴盛 兴盛不了 你们苏家肚子里就没有兴盛的命 你 够了 来人 把这个口无词兰的肺 压下去 别葬那楚董的眼 住手 IFImusic 你走 那个 苏家好大的 doom 苏家好大的 gold 忽容到了 快去迎接 好 江东 那位云雀的首席之间 这个联盟显得真的吗 咱们 还要继续回到战台 如果真的牵扯到咱们 您对面去剃了 好了 欢迎 今晚除了他以外 一切都无关心了 可以吧 好了 苏洋博董 博董一夜亲至 是我苏家毕生之心 苏家必将无不出动 够望 并会大兴 苏家大兴 对 初董您知道的 我家清悦 能力过人 出类伐萃 是座州商界的后起之秀 新界他的一势之力 带领了我们苏家 走向了更高处 今后还会带着我们苏家 成为云雀的 最优秀的合作伙伴 能力过人 出类伐萃 你们苏家能有今天 全靠一段良缘 初董说的是 若非许少 我苏家 也不会有今夜的辉煌 许少 初董 相比您和许少很熟吧 不过这也是 这许少呢是高高在上 清君亲自指定的 云雀高层 方黄 清君清智 他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清君清智 您 您这是 下来 云雀首席执行官处名 拜见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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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起来吧 清君 怎么可能 他 他是清君 没想到 那位举世皆知的传奇 沈家三公子 凭确清君竟然会是他 出头 你 是不是认错了 他分明就是我苏家的情绪 怎么能是 苏崇业 清君的身份 还轮不到你来质疑 不 你们苏家 有眼无主 幻见博士 若不是清君相互 只会早早于朔州出入 又怎会有今天的风光 就连这场寿宴 都是清君 为你们苏家造势在先 否则 又哪儿来得这满门宾客 就凭你们苏家议人 可以吗 来一次 楚董 我们苏家这么多年 明明是靠着轻易的 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这么长的明流 不是许多 当初你们苏家 不过是世家末流 他苏清岳既无阅理又无手段 又是凭了什么 让你们苏家一蹴而就 成为上流 说说世家 无疑不是靠着几代人 数十年的资产积累 才能步入社会上 怎么你们苏家就这么自信 就单凭他苏清岳一人 就能与众世家 数十年庞大积累相提并论 你们 未免也太看得起他了 我 既然你们苏家笃定 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涌入商 那我就给你们 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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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不得 试不得 褚多啊 今天晚上临棋都是误会 误会 这都是误会 秋月 你快说两句吧 不然的话咱们宋佳就完了 宋佳 你真的是云雀清君 这重要吗 重要 重要 明明 明明你告诉我 告诉我你的身份 告诉我你就是云雀清君 苏家就不会给你难看 我就不会 我说过的话 你苏清月信吗 我说过的话 你苏家信吗 我 我说你有难处我可以帮你 你信了吗 我说今夜 我要给你苏家一夜风光 你信了吗 我说我护了你苏家整整五年 你苏家才有今日 你信了吗 我说他许云泽大言不惭 我说我的身份你无法估掉 你信了吗 你信过我 苏清月 你从来没有相信过我 在你的眼里 只有你的那些傲慢 偏见 无论我说再多的话 都不会产生任何改变 哪怕 哪怕事实就摆在你眼前 你的第一反应仍然是质疑我 这样的你 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的不是 我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想要 你想要权势 想要地位 想要苏家位于世家顶藤 想要 想要万人景仰 这就是你们苏家所有的追求 可是你们岂又会知道 这些东西 与我沈迟面前 有多么的 枯燥 乏味 事情 已经闹到了这个份上 也没什么可说到的 严禁于此 好自为之 别别别 别别别 变成杨慎 再怎么说你一世 苏家的女婿吗 再有什么话 再说开不就好了吗 女婿 说开 你之前不是说苏家 没了我会变得更加兴盛吗 你不是说没有我 苏清月的成就会更加不可限量吗 现在 我如你所愿 不不不不 那都是说的玩笑话 不是真的 使不得 使不得 再怎么说 咱们在苏家 先不出了五年 苏老太太去世之后 你苏家对我什么样 你苏崇业自己心里清楚 苏家的恩 我沈迟报完了 你记住 今天晚上是你苏崇业 要将我沈迟 赶出你苏家家门 我尊重你的选择 今夜之后 我沈迟 与朔州苏家恩怨两千 再不划不划不划 这苏家气躯 竟然是举世皆知的传奇 入眼凡台不识争笼 这苏家呀怕是又完了 这家人这不行啊 这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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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家的未来未尝不是云巅之上 这句话军上记下了 我等着 我等着 见到那一人 慕无事处 有云雀清军五年的庇护 却还只是世家上游 你还真是我 随二世家 杀父亲 亲上怕 天大的机缘 推到了门外 看看 看看你们 今天晚上干得好事 谁 B未 都你 你 黑死私家了 孤老爺子 您不会真认为 那个一事无成的废物 就是银雀青军吧 三分钟前 我刚接到消息 银雀青军和楚董 正在赶往帝金的路上 我父亲和帝金众侍族 正在恭候迎戒 你说什么 清军 早些时候东欧传来消息说 林小姐她回来了 回来了 动静闹得很大 将于今晚入境 我觉得 她肯定会不惜 一切担心来找您 那 她知道我在硕州吗 硕州这边的消息 数下已经完全封锁了 并用给您接风洗尘的名义 邀请帝金各大世界 举办了一场晚宴 用来混淆视听 但这毕竟是权宜之急 我觉得 林小姐如果迟迟在帝金 没有找到您的好人 肯定会来到硕州 那就先这样吧 等慢一会儿试一会儿 那个丫头呀 她又真是硬床起来 你们也拦不住这边 不过还有一件事 说 今晚和您共奸而离 那位军生本事长 她不是来自硕州 而是硕州以上的海省 她就是 海省当年的江家大小姐 江安宁 海省江家 云雀清军和楚董 正在赶往地睛的路上 我父亲可以为政 这点做不了家 那你说今天这个审辞 是忽加忽畏 许当省事 不错 她招来那个楚董 不过是七世道明之辈罢了 至于她审辞 绝无可能是云雀清军 可是今晚 塑州明家都齐聚在苏家 这沈池 她有那么大的胆 在众目睽睽之下 她说她是青军 那这事要是传出去 她自身难保啊 那我想问您见过云雀清军 和云雀楚董吗 我怎么能见得着呢 苏老爷子 我们苏家就是塑州的山湖楼 怎么会 又见到那两位人物的资格呢 这就对了 你们苏家如此 今天在座的所有民众 一事如同 他甚至就是吃了这一点 今天在场 没有人见过云雀清军 所以他才肯肆意忘活 而我呢 得云雀清军亲吃 如果云雀清军 真的今天在场 我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所以那小子 就是在装强做事 是 没错 今早在酒店 他丢了一些面子 有愿于我和清月 今天便想在这儿 划众取手 争回一点面子 没想到被苏老爷子 扫地除了 离开苏家 他难有容身之地 所以一不作二不休 冒充清军 伙同外人 拿走了 帝京沈家 送给苏家的那些赠礼 据我所知 那些赠礼价值不菲 够打挥霍一辈子了 这个窝囊费 给他打托了苏家的主意 那手里价值不易啊 真是 真的想这么做吗 姐 都什么时候了 你不会还要对那个吃软饭的窝囊费 念及究竟吧 清月 你好好想想 这些年一直都是他在拖累着 今天 就在这大厅广众之下 让你难堪了 这样的男人 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 这个白眼狼 亏了我们养的了五年 反过头来 害我们苏家 啊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一定要让那小子付出代价 行啦 当务自急 是想办法 挽回苏家的生命 若有 今晚这闹剧发酵下去 苏家只能轮为孝饼 这老爷子说的是啊 许长 先签了二百亿的订单 苏老爷子不必担心 虽说我今天带来这百亿订单废话 但是你们苏家 仍是云雀国际的内部合作方 两天后 云雀国际将和中海四大商会 举办招商会 到时候你们随我同学 重新拿下那笔订单 见识 你们苏家将在中海 所有名流的见证下 重回巅峰 苏老爷子不必客气 毕竟这些订单呢 也是秦月靠自己能力获得的 秦月 今天审持那些话 你别往心里去 他就是个跳梁小丑 所以才会对你忘加执着 你放心 今后只要有我在 你的未来不可限量 四大商会代理 明晚将会抵达硕州 占助武林海上帝 秦月 你跟我一起去一趟 咱们呢 可以提前跟他们搭上关系 徐少贴心 相信我们清月的能力 给我们清月帮助 徐少才是最应该来到苏家的人 来到我们清月身边的人 清月赶快答应一下吧 好 深迟 总有一天 我会带着苏家 那一上的一天 而你 只能留在国内 终究 不能站在我身边 秦月 君盛还是把股权转眼协议 和地景天成的门卡送过来了 您看 特不强 我不需要 做到什么 好 根据调查 君盛董事长 姜婉宁 确实是林夫人的女儿 不过 林夫人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疑似和姜家的争权有关 老乖啊 我感觉 姜小姐在姜家的地位恐怕 显而易见 所以她才会置身一人来到朔州 并且用五年的时间 把军圣送到了朔州商界的顶层 确实 她与苏清月完全不同 这位姜小姐 也能力着群 她似乎想凭借一个人的能力 与姜家抗护 倒是还真有云仪当年的进展分 不过 再怎么说姜家都是老牌豪文 底蕴风厚 即便军圣 再说着位于顶端 和姜家比起来 还是差路上 毕竟军圣成立至今 才短短五年而已 我没记错的话 再过几天 就该举办招商会了吧 是的 云区国际已经与苏介的合作一概终止 订单也已经取消了 这次招商会的目的 就是为了选出优质的合作 多给军圣寄付关照吧 毕竟是宁仪的女儿 如果没有宁仪 也不会有近日的云区境 明白 另外 海省的四大商会 派了硕州的商业巨头陈静之 作为代表 邀请您 想去云海盛亭小聚 云海 要不要回去 跳舞 去云海盛亭 让他进来吧 见过清静 见过楚东 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海省的四大商会的会长 将以明晚抵达说 他们亲力筹备 云雀入京后的首场招商会 在这之前呢 四大商会之处 都想先见见一面 真行 在下奉命已经提前 在云海盛云定下了 顶层的雅街云海 希望先生到时候能赏光 可以 谢谢沈先生 想接受我的邀请 庆植感激不尽 明天您到月海盛亭之后 一定有个庆植联系 庆植一定要定位下台 那就有劳了 江董 咱们送去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还有地井厅城的文化 都被退回来了 退回就退回吧 那些东西对于他而言 那就算我的事了 那如果他一直不肯接受我们的好意 你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 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云雀青军 如果得到他的青睐 我们就可以一步登天 那么咱们和江家的五年之约自然就 那你觉得我们要凭什么 才能获得他的青睐和帮助呢 那你觉得我们要凭什么 才能获得他的青睐和帮助呢 他是云雀青军 无论是权势还是地位都拓松 而纵观君胜上下 还有什么是值得他策母的呢 君胜的潜力还有您的能力啊 君胜的潜力再高也不会超过云雀 但是至于我的脑力在他面前 也没有多少分量可厌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在那位云雀青军的眼里 我所引以为傲的一切 他毫无意义 那那咱们就这么什么都不做呢 当然不行 机会就在眼前 哪有妻之不要的道理 或许这一次 我们要换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了 进 好久不见啊 我的未婚妻 好久不见啊 秦大少爷 这么就未免有些太过生分了 你我之间的称谓 本应该在亲密些在说 这些话秦大少爷的情人们 要是听到了怕是会不高兴吧 况且 你我之间的婚约是否会流行 还是个未知数 那些只是些无足轻重的玩物而已 哪配与你这朔州商界的天之娇女 还省江家最为惊艳的明珠小弟们们 至于你我之间的婚姻 你该不会以为 随便找一个苏家气序 来冒充云雀清君 就可以阻止 两家之间的婚姻吧 热乱气象 昨晚 朔州苏家气序 大闹苏家寿宴 并在众目睽睽之下 以云雀清君自行 你江大小姐当时是不在场吗 秦大少对我还真是格外关注 是你这一步走得太过可笑 众人皆知 云雀清君从未以真容世 而清宵雁将知 你想趁这个机会 拉起一个沈家气血 让他冒充云雀清君 从而给我起一家施压 但你却不知 昨晚 你真正的云雀清君 在地经现实 并同一众地经师徒 共建盼宴 什么 他是假的 你离开海省 无非是想脱离家族掌控 想向他们证明 仅凭你一人之力 也有资本 同世家名门抗号 全正能发展到如此地步 你的能力一定不长 若家已时日 你可能真的会闯到这季节 不过 五年之期将至 你已经没有时间了 这场婚事 你逃不掉 江家救不了你 君圣救不了你 而那个姓氏的气息 也一样 秦大少爷 就这么确信吗 那是当然 现在 秦家比江家更强 江家见我要低头 而你 李莹一样 乖乖做我秦少林的未婚妻 对你我 对梁家 都有好处 秦家能给江家的 我一样能给 江家不是秦家 不需要迫切地 向地金沈家 证明自己的价值 君圣是我一个人的君圣 而江家 也将会是我一个人的江家 但你 已经没有时间了 江婉宁 这就是你的命 你浮起来的那个气虚 叫沈迟的吗 这种漂亮小丑 仅凭我一句话 就能将它断绍 与其靠这种东西能造势 倒不如早点向五夫人 好好想想吧 江董 那个沈迟 是冒充的一句子 比起少林没必要 在这种沈迟上说话 那咱们怎么办 我要再见沈迟一面 如果可以 我希望他加入军手 作为我江婉宁选助的男人 随我一起返回江家 江董 你在说什么呀 他只是一个苏家的气虚 他并不是真的云雀庆军 仅于我才需要他 他有常人没有的胆量和魄力 而君圣 也可以作为他支撑的底绩 大仗主 生不能无顶食死亦无顶腾 若他不争不怒畏首未为 那才真的没用 但是冒充云雀庆军 毕竟不是小事 谁知道他以后 会惹出什么破坏 还有什么破坏 能比我嫁给秦家 从此轮文秦少林的一件玩物 也真的看着母亲的今夜 轮文秦少林的陪嫁更糟糕的 比起那样 与沈志一同时面的滔天后患 哪怕最终赴死 倒也不失 一场快意 今天晚上啊 海省四大商会的吃大权者 齐聚我们云海盛庭 因此啊 整个云海盛庭 今日是不对外开放的 以免仙大人能闯入惹神生非嘛 不过各位不用担心啊 你们是许少亲自交代的朋友 可以破例接待 当然了也不用太过拘束 在这里稍等片刻 许少亲自会过来的 谢谢赵姐姐 还是许少面子大了 姐 要我说呀 反正你都跟那个吃软饭的一拍两散的 不如呀 考虑考虑许少 对 秦月啊 这云泽什么要什么要什么 他不仅班了你 还能帮我们苏家 不像那白眼狼 是我们的用我们的 最后害我们 好的妈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慎恥 这白眼狼竟然没有跑 给我站住 有屁块富豹 你好大的胆识啊 现在都敢大摇大摆的到这儿了 怎么 这云海盛亭 还是什么我来不得的地方 少在这儿跟我装傻充愣 我实话告诉你 你冒充云雀清君和私村是一家众鲁的事情 现在都已经传开了 我劝你啊 实笑不怕 赶紧把属于我苏家的众鲁给我还回来 则我今天晚上就要你的命 今晚四大会长要会见一个大任务 又跟你那时间可不多了 你得把我好多 大任务 对 即便是四大会长见了他 还有多顶礼相待 四大会长都有顶礼相待 你 该不会是 哎呀 这不是你关心的事 啊 谢谢 错啊 冒充云雀清君 我私吞沈家重点 不错 看我还以为 你沈迟有出息了 了不得了 结果 你不仅仅是 吃里爬外的废物 你还是白眼狼 吃我苏家 用我苏家的 你还敢冒充清君 坏我苏家的名声 你还夺走我苏家的重灵 你这个畜生 还有人机灭了你 拿着你的葬首 为分离我之所以收回 是你们苏家不配 至于我的身份 你怎么确信 我不是军确清君 你还装上了 你也不照照镜子 看你那德行 你还云雀清君呢 你配吧你 大将 犯不着跟这种 不知死活的 下家德行般见你 我实话告诉你沈迟 就你那点小机理 早在昨晚 就已经被许少给识破了 真正的云雀清君 愿再丁京 让你沈迟 毫无半点关心 许少许云泽 对 仍然许少 可是清君亲指的 云雀高层 你是不是清君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什么时候 我是不是云雀清君 还得得他 许云泽的职人了 再者 他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得我亲指 你孩子 沈迟 我告诉你 你冒充云雀清君 私吞沈迦 重离这两件事 就任何一件 都够你死即百回了 日到如今 如果你觉得 我们上报沈迦 上报云雀 你这个冒牌清君 还有那个冒牌主动 还有活路可言 来 这个 我给你提一个建议 你现在就上报云雀 上报沈迦 你看看他们怎么断我的后路 你 你别在这儿 跟我耀武扬威 我劝你现在好好想想 你们苏家的后路 没有了云雀的支持 你们苏家七日之内 必定土崩瓦解 到时候 你们这五年来 所有的疯狂 都会如树消散 大娘 你听见他在说什么 他说我苏家 不出七日 就会土崩瓦解 一夜破灭 放他的屁股 我们苏家好好的 凭什么破灭 凭你这张嘴吗 没错 想要你们苏家破灭 我动动嘴就不够了 大言不惭 沈迟 我实话告诉你 今夜 海省四大商会会长 已经抵达首都 就在这云海盛庭当中 而明日 他们便会联合云雀伙企 举办招商会 公布入境之后的 首个重量级合奏商 而那便是我们苏家 哦 海省四大商会的会长啊 不错 今晚云海盛庭全面部门 不再对外开访 而许少 却可以带着我们 以贵宾的身份进入 提前面见四大商会 有了这层先机 苏家之后的势头 便会一往无前 直冲云霄 刀演不必一直跟我在这儿提 四大商会的会长 我当然知道 他们今天晚上在这儿了 因为今天晚上 就是他们邀请我过来 要在顶层为我设宴 至于那个 许云泽 如果你们苏家 现在最大的仪仗就是他 那我奉劝你们 还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以免落差太大 无法接受 这两天之后的招商会 可以和任何公司 任何企业 任何世家有关 但唯独 我与你们 苏家无关 你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呀 神智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海守四大商会 宴请你 也配跟许少生议 别敢断言说 招商会与我苏家无关 你哪来的脸 不配的是你 是他 是许云泽 是你们整个苏家 够了 神智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有多可想 五年了 神智 你怎么变成这个模样 什么模样 满嘴空白 眼界浅薄 内心阴暗 懦弱无能 我 是 这五年 你在苏家过得不好 心里有怨可以 想争回面子也可以 但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一发不可收拾呢 你就不能盼着点苏家好 无论如 苏家养了你整整五年 一发不可收拾 盼着苏家点好 我照顾你们苏家整整五年 五年 是你们苏家寿宴不准我落座在先 是你们苏家当众要将我逐出家门在先 是你们苏家扬言要废了我在先 现在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的不是 是你先空手来 对爷爷出言不屑 又不肯低头才会这样 否则 爷爷一个长辈 会对一个晚辈动怒吗 空着手来出言不屑 那笔订单是我给的 受理是我送的 我没做错什么 为什么我低头啊 订单和受理 都是林泽送过来的 跟你没有一点关系 都现在这样 你还在嘴里 你为什么不能认清自己呢 认不清的是你 这么将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之间的身份 地位和差距 是会因为你降得多而改变 只会显得你可笑 你明白吗 行啊 姐 她这辈子呀 就这点儿出息了 沈迟 我奉劝你一句 现在赶紧把沈家的众位交出来 否则 今天晚上 我就要了你的命 不错 不交出那份礼 你今天就不想离开这里 想要沈家的礼 你们苏家好大的点 你 经你这意思 你今天是无论如何 都不会交出那份礼了是吗 不错 实不相瞒 那份礼我已经 显送回地精神家了 如果你们实在想要的话 不妨去趟地精 登门躺一躺 好 你有种 沈迟 你就那么想要那批寿礼吗 不是你的东西 你为什么非要霸占呢 我说了这礼是我送的 你不信 许云泽一句话没说 你们全都默认这里是他送的 苏晴云 你还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吗 爹 你听到了吗 你跟他说再多都没有用 这小费啊 我看他早就包藏火星 那份寿礼要是变现的话 价值获益 你擦这德行啊 十辈子都没见过他不透气 他怎么可能愿意救出 那根本不是你凭自己能留下的东西 你知道霸占他的后果吗 那就不劳苏总费心了 不见棺材不落泪 既然你执意找死 那我今天就满足你 来人 陈先生 好 您请留下 不知四位会长可还满意 四位会长尚在等待 我这次来啊 就是为了提醒 今夜云海盛亭要招待一个大人 可以说是传奇而论啊 所以说你一定要顶礼相待 不敢出现一点披露 万一出现一点披露 何不是你这个云海盛亭的总经理 能担当得起的 是是 陈先生 您请放心 郭云安 性命不担保 嗯 这样最好 这算点时间 省钱正远开刀了呀 要是在外边碰到你 或许我还拿你没什么办法 但是今晚 海省四大商会会长齐聚于此 云海盛亭上下全面活 任何外来人都不得入内 而你审持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在这个时候混进云海盛亭 你 这不就是在自寻死亡 这里的无关人等 难道不是你们吗 我们 沈迟 你能不能别再坚持了 难不成云海四大商会会长齐聚于此的目的 是为了你一个送外卖的设宴吗 哎 还真就是为了一个臭送外卖的设宴 厉害 厉害 我看你啊 事先自己刺得太慢了 神痴 你不要把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方 我闹 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是你的错 你认个错 低个头不行了 你服个软又怎么样呢 整整五年 你碌碌无为一事无成 你现在在意你那点赌心干嘛 我要把你的命搭进去你才满意 让我认错 他不会够格 让我低头 他受不起 让我服人 他不配 你们苏家更不配 至于我的命 你今晚大黑好好看看 他有没有那个本事取我的命 你个白妖狼还横上了 清月 这是再给你的机会 你先给点票 我甚至还用不着他给我机会 哦 有骨气 了不 那老子今天晚上非要看看 你像我跪地求饶的样子 没有来人 怎么回事啊 赵警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今天晚上海省四大商会会会长齐局 云海省庭上下全面富富 无关人等 不得入内 是吧 不错 今晚的云海省庭 谢绝一切来 那这里 怎么还有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站在这里招有故事 他是 他就是一个被我们苏家 赏力出门的活浪费 也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了 在这里为非作来 赵警察 你有所不知 他 在我苏家混吃混喝整整五年 没有丝毫感恩之心不说 还反过来咬我苏家一口 昨天晚上我苏家举办寿宴 他联合外人行打压之事 肆无忌惮 甚至还冒充云雀清军 抢走我苏家的重疾 而今天晚上 他又尾随我们来到这云海盛亭之中 无非就是看不惯我们苏家的好 想要胡作非非故意让我们难堪 赵警察 如此歹毒之人 今晚出现在这里 你觉得他合适吗 郭总特别交代过 今晚我云海盛亭有贵客将 不容出现一丝纰漏 来人 沈迟 如果你现在跪下来向我求饶 交出沈家重礼 说不定我心情以后 还能让你好过一点 好啊 那我倒想看看 今天晚上 你能让我落得个什么下场 沈迟 你非要以一股险 就算到最后难堪的人是你 你也不肯退一步嘛 明明我们之前都是家人 没有人会往死刁难你 我说过 让我退 他没这个资格 哼 不知死活 行 你够肿 赵警察 你听见了吗 还不赶快动手 我要你断了他两条双尾 让他跪下来跟我说话 是 拿下他 等一下 怎么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今天是受邀才的餐会 这份邀请便是正面 这是 这是海省四大商会会长计划于云海升庭设宴时 开始送来的请帖 四大会长特地送来的请帖 沈迟 我原本以为 你说四大商会会长宴请你 是张口就来的薄言乱言 没想到是提前准备好的说辞 甚至还准备了这么一个道具 做工还不错 看来你为了今晚的事情 真是煞费母亲的 不过 我怎么不计 来这云海盛庭 需要邀请他们呢 赵警官 你们云海盛庭 有这个位置吗 并没有 听见了吗 沈迟 你就算是找人来冒仇四大商会会长 都比拿这个玩意可信度高 这份请柬之上 有海省四大商会的印章 是真是假 打开它 一看便是 海省四大商会的印章 好威风呀 赵经理 你还不赶快把请柬打开 好好检查一下 万一 这个被我租下扫地出门的窝囊费 还真是你们云海盛庭今晚招待的贵客 那可真就了不得了 不用了 这种混吃混喝的废物 绝对不可能是我云海盛庭的贵宾 别呀 万一里他真有四大商会的印章 不过 是假货吧 我劝你 还是好好想清楚 一个大堂经理 把这份情节撕了之后 后果不是你能承担的 就是呀 赵经理 你听见了吗 他呀还在劝你呢 不用 我要是听了他的话 那才真是个笑话 我赵羽 这么多年 也算得上是半只脚踏入硕州上流社会的人 算得上有头有脸 这么多年 什么大虎大浪没见过 你这种挑辽小丑 也没威胁我 威胁还真打不上 这是好心提醒 但是既然你也把它撕了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没话说了是吧 行 给我上 打断他的双腿 陈先生 我是陈兴致 请问你现在到云海盛庭酒店了吗 到了 现在就在酒店那是一楼大庭的 不过出了点意外 你们云海盛庭的大堂经理 好像对我有点意见 我仿佛 这是谁给他们的打 陈先生 你等我一下 我用五分钟之间 马上过去 三分钟 三分钟之内如果你不下来 那今天晚上的一样会 就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 什么 什么 怎么 看你这模样 是司大商会会长 给你打电话了 你听到陈先生说什么了吗 听 听到了 这就是你云海生亭 办事的能力吗 我 还不过跟我下去 共赢沈先生 行行 现在就是 这通电话 是陈庆之打来的 陈庆之 你说的是 那位瘦州商界 当之无愧的魁士 陈庆之陈总 不错 放肆 陈总乃是我瘦州商业第一人 也是你这种臭鱼懒 下能染指的 我看今天晚上 你是先命长了 把他给我拿下 左右不过三分钟 你们大可以等一等 有两下子 难怪敢这么猖狂 不过这儿 可是云海盛亭 硕收最顶级的七星级酒店 还轮不着你来撒野 把保安部所有人给我喊过来 不自量力 慎痴 你真是无药可救 松手 把他给我拿下 赵羽 你好大的胆子 陈 陈总 郭总 前二位怎么来了呀 我若不来 又怎么能看到你赵羽 干的这出汗事 好事 郭总 今晚是我办事不力 让那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混进了云海盛云 但是您放心 我马上就把他给赶出去 瞎眼的东西 陈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郭总 陈总他 闻 朔中 陈庆之 林海盛亭 郭玉安 败坏 沈先生 这 这 怎么回事 那明明是陈总 怎么可能 起来吧 沈先生 请这来迟 还请您 责罚 云海盛亭总经理 郭玉安 请沈先生责罚 好 云海盛亭的总经理 你这随便一个大唐经理 就敢示 中海四大商会的请简 就无误 随意撕毁 还要命人清朝而出 将我抓住断了双头 你这云海盛亭的总经理 我又怎么敢责罚呀 你 有混账东西 郭总 我 我是 你知不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 郭总 我都是按照您的吩咐 郭总 我并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郭总 够了 来人 把他拖下去 从今天起 诸出云海盛亭 令云海盛亭 令云海盛宣布 此人永不录用 郭总 您郭总怎么对我 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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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我云海盛亭招待不周 郭总 我过一肯 难刺其 의미就 相亲 же 这张我们的黑卡 希望您收下 今后 您就是我云海盛亭 最为尊贵的客人 看来今晚 你没有那个本事 要我的命啊 什么 要沈先生的命 我说过 要我退 还不够格 现在你看见了 我 坐我上去吧 沈先生 这些人 都是我 明白 明白 不议啊 把这所有的闲杂人员 我清理干净 是 沈先生 这边请 来人 那明日的招商会 就有劳四万会长 多多关照 无非是关照一个硕州世家而已 你是许舍远的儿子 我们会给他一个念 你许家名下的庄园 有幸能得沈家看守 成为清宵宴的主场 与你许家而言 这是不可多得的韬铅机会 要是把握得住 非常不能遇不得 不错 许池远 虎心经营这么多年 如今倒也是 游说收伙呀 要是没有其他的事 你可以走了 好 那我就先行告退了 应该是那位先生到了吧 是的 庆祖刚才发了信息说 已经接到那位先生了 应该是到了 那还不快快请进来 请进 据说 今晚这位大人 就连这四个老家伙都顶礼相待 我竟然有幸能见他一面 云雀青金尚在帝京 这市长还有谁能让这四位如此重视 我能不能趁这个机会 与之劫尸呢 来人 你们要干什么 把他们几个给我请出去 说得好 说得好 我们可是许云泽许少庆来的客人 你确定要将我们赶出去吗 许云泽 不错 他就是许家大少爷 并且还是朔州云雀的副总裁 你云海盛廷就算在朔州地位 再不满 也得给他面子吧 许家大少 朔州云雀副总 哼 跟我云海盛廷今晚的贵宾比 他算个什么东西 还配让我给面子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们几个 要不自己走 要不 我让人请你们出去 你 而且 你们几个从今天起 云海盛廷再不接待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苏家 无日将会获得云雀国体的合作资 并且还有许少的提醒 你当真 要为了那个被我苏家赶出门的废物 拉起 你跟我苏家 好 网好你的罪 那位先生能得识的总敬畏就在云之上 好 好一个云海盛廷 今晚这笔账我记住了 我们走 有眼无珠 刺以为是 这边请 这边请 谢谢啊 我们到了 这是四大会的啊 我一定订的包厢 您收到 好 请进 您好 这是咱们先前预定的红酒已经醒好了 原来是酒 好 先放那里吧 祝您用餐愉快 看来这一次是见不到那位大人 看你虚实不肯离开 莫不是在期待即将到来的那位 那位能得到几位会长如此敬重 晚辈难免心生憧憬 有些好奇 不过你 没有执名的 那位的资格 周会长说的是 不过明天的招商会呢 那位也会出面 到时候 看在你父亲的份上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为你引荐 那明日招商会 就有劳各位会长了 嗯 行了 下去吧 他们招标会上 借用这四个老不死的关系 那位大人我 我许家 必然会多一条强大的人脉 父亲在大上递进沈家 得以沈家重用 我许家一步登天 就是指日可待了 喂 许上 你出来了吗 我们刚刚 北云海盛听的人给哄出来的 怎么可能 沈先生 海盛四大商会 见 见过去秦军 你倒也不必这么正式 叫我沈先生吧 这 那还行 沈先生入座 请 都坐吧 沈先生 这次见面呢 主要是想 招商会上有一些事宜呢 我们提前把它确定一下 你说 这个 不知道沈先生最近 有没有看好合作的一些企业 我觉得 朔州军胜不错 你们觉得呢 朔州军胜 确实如此 那位朔州江董 也算是能力灼燃 不错 看年纪轻轻 来手提价 挣了五年 就能达到如此的高度 确实不错 既然如此 我们就将军胜 丢为明日招商会的 首要合作方法 那那两百亿的订单 你看 也一并交由军胜吧 那 说了 苏家 苏家 明白了 如此看来 这许家小辈 想让我们明日 多多关照苏家的期望 他是要落空了 落空就落空 去去许家 还有什么面子 许家 沈先生 有所不知 在您来之前呢 说着许家小辈 特意来找过我们几个 让我们明天 在招商会上 多给苏家几个观察 沈先生 这是明天招商会的请柬 请您手下 请柬 没错 这是七黄铁 象征着整个招商会上 绝无仅有的地位 落作于 宴会厅的高位 胡同首都 专备您 您闭蜜全场 懂相职 那 我就收下了 这本就是 无仅有的地位 招商会提出之后 你们四位有何打算 我们将全力操办 清宵宴的各项事宜 近时呢 地经各大师徒 也将到达首都 共同来重办这场空前盛业 可以 但是 尽量不要向地经透露 我在说这种的消息 清宵宴 云层 你怎么算出来了 万一 你们怎么好端端的被赶出来了 是审慈 审慈 他就是云海神廷 要与鼎里相待的那位贵客 清宴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他没开玩笑 今晚导致我们被云海神廷 轰出来的罪魁祸首 就是那个沈迟 我们本来在大厅等你 没想到那个负友也跟了上来 然后我们就起了点摩擦 不 他抢了沈家的奏力 他没有跑 跑 他现在可嚣张得很了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让陈景芝都对他客客气气的 反倒是我们 让云海盛亭给轰了出去 陈景芝 云泽 那沈迟 他不会是有什么了不起的身份吧 伯母 您多厉害 陈景芝虽然是我们朔州 当之无愧的商业第一 但是他和军事那姜婉宁有染 他陈景芝对沈迟客气 是因为沈迟借了姜婉宁的事 真是 他也扰了 姐 亏你这几年还时不时想要护着 我看呀 他早就背着你跟那个姜婉宁 乱搞在一起了 沈迟跟姜婉宁 是啊 他要是没跟姜婉宁乱搞在一起 姜婉宁凭什么允许 是他的事 姜婉宁说得没错 秦远 这五年 你受苦 今晚 四大商会将要验警的那位大人物 我已经见过了 徐超已经见过了 没错 明天的招商会 那位也会出席 我和四大商会已经打点好关系了 明日商会开启 苏家将得到四大商会的照片 同时也会为我们引荐那位大人 那可多多劳烦禽兽了 莫莫 这都是我应该的 我只是想帮清悦减缓一些压力 毕竟这些年 一直被身边最亲近的人拖累 应该感到疲劣了 谢谢 秦远 我们之间不用这么少数 还是云泽懂我们家清悦 不像那个没良心的窝囊费 忙不上忙不说 还给我们添堵 出我们的后腿 要是我们清悦早就认识你啊 带着我们苏家 会怎样够高充的啊 你现在也不玩 不是吗 嗯 沈迟 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像云泽一样 能帮上我什么 可你就连别影响我工作都做不到 这么多年了 你一事无成的样子 我比谁都清楚 你为什么还是要强装呢 先前那个沈迟还说我们苏家 进步找商业 现在我倒要看看 等我们苏家成为了云渠第一合作商之后 那个沈迟还会是什么表情 他呀就是一个跳梁小丑 这辈子也就只有那么点能力 是啊 他就这点出息 沈迟你和我终究不是一路人 和你灵魂是我这辈子 做过最证据的 早些时候 军胜的那位江小姐发来邀约 说明天想和您见诚 江万宁 对 她的态度很强硬 似乎是有钥匙的 既然如此 那就见诚一遍吧 好 好久不见沈先生 倒也不必这么说 距离咱们上次见面也没过多久 走 走 不知江小姐找我有什么事了 今晚瘦州有一场招商会 这些都知道吗 你是说海省四大商会 和云雀国际联合举办的那场招商会 对 云雀国际想要通过这场招商会 选出他们在大厦境内的首要合作方 与正因如此 各方商界上层几乎说是文文而至 现在的瘦州警妹可以说是灌溉云机 要不得呀 今晚我想邀请沈先生一起 代表军胜 参加这场宴会 为什么是我 您因军胜有恩 军胜也相信您的能力 这个是由四大商会发放的贺民铁 凭磁铁呢可以在商会上位列自袭 相较于寻常的邀请函 和云铁要更为珍贵 同样在会场上 能获得青睐的几率更高一些 和云铁吗 招商会上的勤俭更有差异 同时呢也是能够更好地 划分出参会宾客的层次 和云铁是军胜能够争取到的 最高规格的勤俭了 明白了 但是江小姐整理过来 应该不只是参加个会这么简单吧 不愧是沈先生 这个是军胜五成以上的股份转让协议 只要您签字 您就可以成为军胜最大的股东 你想让我入住军胜 这个是你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一手打造出来的企业 市场估值近千亿 你就这么拱手把它送给了一个 没怎么见过几次面的外人 一半 或许 沈先生可以做出另外一种选择 你说 和我结婚 我需要一个理由 我想请沈先生帮我摆脱一份婚约 在此期间呢 我会尽可能地保证沈先生的利益 所产生的风险和损失 都将由我姜婉宁和军胜承担 婚约 我出生在海省江家 与海省秦家的秦少林有着一份婚约 但她的目的性太强 我 很不喜欢 海省 秦家 秦少林 昨天她来找过我 以为 听出了苏家寿宴上的事 原来如此 她以为 你我之间有什么关系 所以 刻意过来警告你 不 她是在害怕 她是在害怕 害怕我挣脱她 挣脱江家的限制 变得不可控 害怕事态急转之下 发生意外 不可挽回 否则以她秦大少爷的性格 完全没必要亲自来一趟朔州 就是为了给我警告和威胁 说到底 她只是在用这些 来掩盖她内心深处的不安罢了 可是她为什么执着于你 以她秦大少爷的身份 最不缺的应该就是电影对象 秦家进来呢 和地金沈家同学 把她抓走的痕迹 迫切地想要向沈家证明自己 好获得沈家的认可和青睐 但想要获得沈家的策目 仅凭她自己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秦少林盯上了我 盯上了江家 于她而言 这份婚约 绝不能出现任何差池 那你怎么就能确信 把我卷入这场矛盾里 就可以解决问题呢 苏家寿宴那晚 云去清军献身递金的消息 你听说了吗 看来我冒充云雀清军的事情 要被拆穿了呀 但军胜可以作为你的仪仗 你就不怕我是个疯子 现在的我 现在的军胜正需要一个疯子 那如果有一天 我惹出一个天大的麻烦 足以让你和军胜覆灭 到那个时候 你又该怎么办 我会和你一起直面困局 你并赴死 值得吗 你可是海省江家的大小姐 朔州商界的天之娇女 堂堂军胜的董事长 而我 不过是一个疯子而已 值得 如果是你 那我叫婉宁 甘之如鱼 好 我答应你 那多谢沈先生 晚宁感谢不尽 各取所需而已 结婚的相关手续呢 我会安排周明去准备 到时候沈先生 只需要出面一次就好 不会浪费您太多时间 好 那我们今晚招生会见 招生会见 那容我先失陪了 到底是林姨的女儿 行事风格 和当初的林姨一模一样 好 也好 当年的案 终归要还 和明铁 有趣 沈先生 招商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应该出发了 出名呢 林小姐好像捅了一个不小的娄子 她就先行回了地境 由于走得匆忙 没带了一起跟您打招 在这期间 司大会长安排我 作为您的随行助理 好 走吧 沈先生 我送您进去 沈先生 不用了 我等了人 你先进去吧 是 沈迟 沈迟 你还真敢来 你当真不怕死吗 我来这儿 有什么问题吗 今晚是中海四大商会 和我云雀国际 在这儿举办招商业 而你 先前对我云雀国际屡次不及 更是冒充清军 抢走沈家赠礼 你难道都忘了吗 沈家的赠礼 是他苏家不配 我理应收回 至于 云雀国际 我不记得我曾冒犯过 而且就算我冒犯了 用得怎么样 沈迟 你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你不成 至少你们 不信 好吧 我没必要跟这个垃圾 在这儿浪费时间 他既然做了这些事情 就会得到相应的后果 只是时间没到 今晚你们最重要的事情 是取得跟云雀国际的合作 拿到那价值两百亿的合同 徐少说得是 今天老子先放你 我们还要去参加招商会 成为云雀的合作方 拿下那价值两百亿的顶摊 而你 只配在外面看着 你怎么确信 我只配站在外面看着 子墨 听你的意思是 你也要参会 不错 就凭你审时 你也不撒谱 你要照着自己 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别配跟我们一起参会 今晚这场招商会 能不能参加 看着是个人能力 还有明下资产 是否能得到四大商会 以及云雀国际的人 而你审职 不过是被我苏家 掃地出门的垃圾而已 没有军生的倚仗 单凭你自己 你连入场刷盘子的资格 都没有 没有入场资格的 是你们才对 我 我说过 不出七日 苏家必定土崩瓦解 你们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况且凭你们现在的资本 远不足以支撑 你们参加今天的招商会 我好害怕呀 什么事 要不 我再求求你 赶紧让我苏家土崩瓦解 行不行 也别弃弃 就惊不 怎么样 你确定 确定 别再浪费时间了 我们赶紧入场 别耽误了账事 好 对了 你看一下东西 看了 这 就是许少为我们苏家 准备的邀请 我们苏家随时都不竞争 而你 一辈子都没有踏足这种机会 我们走 真是 甚至 这种场坟你不该来的 你来了 就是自取其入 不过这样也好 虽然过程残酷些 但总归能让你认清现实 认清自己 你错了苏靖云 不该来的是苏家 没有认清自己的也是苏家 有的时候 即便有了邀请函 也未依旧有用 你还在抢此夺离 成口舌之快 你没有资格就是没有资格 苏家能进场参会 就是能进场参会 事实就是如此 事情的结果从来不会因为你说的那些空话而改变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有自知之明 我一句话能改变的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至于自知之明 是啊 他 天悦啊 过来吧 你跟他说再多东西 毕竟他和我 不是一个资格 你好自为之 检查一下 没什么问题 我们就先进去了 怎么样 抱歉 你们几位 要先直播 什么意思 你们所出席的邀请函 不像 说什么 不像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是啊 我们的邀请函怎么会无效了呢 怎么可能 这是我昨天晚上在四大商会会上手里拿的 怎么可能无效 我们也是不久前才接到了消息 朔州苏佳的邀请 一律作废 朔州苏佳 今晚没有入场的资格 老屁 宗佳凭什么没有入场资格 没有资格就是没有资格 没有资格 没有凭什么意思 你若是执意想在这里闹事的话 我们也不介意采取一些强制手段 你 这不是你仨爷的地方 我想请问一下 苏佳的资格为什么会被拒绝 抱歉 我们只负责执行 不问几位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我说了 今晚不该来的是你苏佳的地方 你在这儿装置 我苏佳进不去你就能进去 别忘了 你可是人意诚 谁说我没有邀请你 什么 这场招商会 难道还邀请了你不成 你说的没错 这招商会 还真就邀请了我 什么 贺明铁 贺明铁 那是什么 贺明铁 是本次招商会最高级别的信件 象征着中海四大商会最高度的认可 只有资产超过五百亿规模才有资格拥有 那这么有级别的琴你 怎么会出现他的手艺 沈迟 我不管你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 这张贺明铁 你是从哪儿弄的 这张琴铁 是我光明正大拿来的 至于它从何而来 跟你有关系吗 你少给我放屁 这张贺明铁 根本不是你这种废物有资格拿的 你擅自持有 以下半生非尊不分 天大的监狱 别拿你狭隘的眼睛来看我 这张琴铁 我拿了就拿了 他还没有资格来衡量我 他没有资格衡量 你怎么有资格衡量 你真以为你能跟四大商行比肩吗 不 中海四大商会当以我为尊 大言不辞 我看你今天是真的找我死 依我看呀 他就是不知道 从哪儿偷了这么一张贺明铁 又不清楚贺明铁的份量 所以才迟迟不敢出事入场 没错 这张贺明铁 连我这样的人都没有资格得到 不 听见了吗 你们不是要维持场上的秩序 这小子先是偷了贺明铁 又在这里出言不讳 似乎其在 你们还不赶快把他拿下 我倒要看看 谁敢跟我交往您的人 好 抱歉 是我来晚了 没事 还不算晚 江东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他的和明铁是我给的 你给的 就算是如日中天的军商 也只有这么一张贺明铁 你竟然给他 有什么问题吗 江婉娘 这贺明铁的意义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就算你是军胜的董事长 你也不能把这贺明铁 随便转交一个无相干的人 更何况是这么一个货色 你这不是对中海四大商行的不情 你这是赤裸裸的挑战和蔑视 我劝你考虑清楚后果 你哪只眼睛看出来 他是与我交了您毫不相干的人了 沈迟 如今是我家先生 就算是整个军省 我都可以交到他的手中 一招和明铁都算得了什么 没错 我和沈先生 已经登记结婚了 看什么玩笑 说到底 他沈迟不过是被我苏家 踢出门的一个废物 你跟他结婚 你疯了吧 张婉娘 我知道你想找一个玩物消遣 苏家打压苏家 但是你也用不到自降身段 到这种地步吧 如果你只能看到是我在自降身段 那我和你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哦 我最近是多了很多爱好 但不包括 你蠢祸交流 你什么意思 自明意思 沈先生的能力 君圣和我都有目共睹 倘若君圣的眼睛和你们一样 只当沈先生一无所成 那君圣可做不到人今的高位 你 姜董 你的品位果然跟超人不同 我徐某人自卑不得 知道自愧不如 还不赶紧让开 我们还要进场参会呢 好 走吗 走吧 走吧 在 苏小姐是还有什么事吗 姜董 我不知道她做了什么 让你对她产生了错误的交流 但我很了解她 她就是一个毫无担当 毫无责任 又软弱无能的失败者 你是朔州商界的天之交流 为什么会选择她 苏小姐的话 还真是令在下大开眼前 我只是在成说事实 甚至 不管你接受不接受 这就是你在苏家五年最真实的样子 怒怒我 你事实无之 苏小姐 我保护你 照顾你 陪伴你 整整五年 可从始至终 你有尊重过我吗 我跟你说过 尊重是靠自己能力的 你现在在这儿 成口舌之快有什么意义 苏家上上下下 所有人都这样认为 这就是你一个问题 好一个这就是你的问题 这位苏小姐 我知道你与我先生有过一段感情 但从现在开始 你们已经一拍两散 毫无关联了 论能力 我自认高你一等 论地位 君胜有冷压你苏家一头 而沈迟 如今是得我和君胜一并认同的人 你们有什么资格 来指责他的不是 我指 指什么 你不觉得你这样子追在后面 极力否认他的样子 真的很可笑吗 现前是我与沈迟关系不深 不想对你们苏家太过于追究 但从现在开始 沈迟是我的丈夫 今夜之事若再有下次 君胜不会放过你们苏家 希望苏小姐好自为之 走吧 什么东西 真以为他君胜能在硕州一手遮天的工程 还威胁是我苏家 那个白眼了 我看哪 早就和那个江万宁勾搭在一起了 空家秦月还观照他的整整五年 千万都好 切到我们头上 要变危了 好啊 秦月 刚才江万宁那些话 你别放在心上啊 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他什么样子 我太清楚了 就算江万宁今晚亲自为他承拨 也改变不了他无能的事实 甚至到头来 你只会躲在女人的身后 等江万宁把他玩你呢 还不知道他下场有多惨 等不到那个时候 强占沈家奏笼已经是死罪 如今清宵宴将至便是他的刺器 他就是自长的 这个白眼的 他又不该活着 浪费空气 不过 人的邀请还被作废 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 也跟他甚至有关 他凭什么回我们苏家的邀请 说不定真有关系 这个废物三番五次在大厅广众之下出演不虚 冒犯云阙 不尽沈家 消息已经传到了地经 格莱怒火 所以你们苏家才会受到牵连 取消资格 什么 这白眼狼 他才要回我们苏家呀 如果我们不能进场 招商会结束 云确的首要合作对象 还会是苏家的 那两百亿的订单 又该怎么办 这 云泽 苏家 可是清月的心血量 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清月这五年的努力 都不贵也贵呀 阿姨 你放心 我给我爸打电话 让他安排一下 你们进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好 那我们跟云确的合作还有订单呢 如果那沈迟真的招怒了地经沈家 订单跟合同应该就没办法了 拿不到 什么 那合同和订单 它本来都是我们苏家的 怎么能眼睁睁地 同手让人呢 阿姨 沈迟招惹的麻烦实在太大了 连我也未能插手 那 那怎么办 阿姨你放心 订单没有了 我们还有新的机会 是新的机会 你机毙我跟你说过 今天晚上 将会有一位空前绝后的大人物 在这场招商宴上一并现实 是那个 连中海四大会长 都要顶礼相待的大人物 四大商会会长答应我了 为我们引荐那位大人物 如果得到大人物的精彩 你们苏家 一飞重天会长不可 毕竟是连四大商会会长 都要敬佩的大人物 要是能得到他的帮助 失去云雀的合作和还有订单 倒也不是不能接受 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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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听你说过 你见过这个大人物 这个大人物 他到底长什么模样啊 等会儿进入会场 大人物现身 您自然就见到 我就不妄加描述 好好好 医长 清悦能认识你 这是我们苏家之性啊 好不啊 您太可惜了 我现在就给我挂头 先安排你们入场 好好好 好好好 这场招商会 对你而言很重要吗 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在前几天 君胜已经得到了一笔 来自云雀的注资了吧 是 五十亿 一举扭转了集团 当时岌岌可危的局势 但除去云雀这个名头 剩下的 已经仅只是那五十亿而已 我所需要的 远不止这些 原因呢 我和江家有一个赌约 五年内 如果我能让君胜成长到 足以与江家分庭抗礼的程度 那么我就可以直接接管江家 无事与秦家的联谊 现如今 五年之期将至 这场招商会 是我最后的希望 今晚如果君胜能够得到云雀的青睐 达成合作 拿下订单 那么我便有自信 将君胜的固执再抬高一倍 到那时 那一赌约 便有了达成的可能 以目前君胜的潜力和能力 想要得到云雀国际的认可和青睐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的确 君胜本就出类拔萃 风头正盛 不然也不会招致阻击 不过今晚 这里不只有君胜 看那边 那是 中海秦家大少秦少林 中海孟家家主孟平远 中海向家家主孝永庭 在中海 孟将两家既是能和江家 并驾齐驱的顶级豪门 也是秦家最为忠实的因果 在中海四大世家里 也只剩江家 和秦家的往来 还没有那么密切 所以 才有能力 没错 只要秦家 能应领中海顶级豪门 那么想要获得 帝金沈家的青睐 就不再是什么难事了 所以今晚 他们会尽全力和君胜相争 秦少林和他们的目的 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扼杀今晚君胜 能够得到云雀青睐的所有可能 如果我说 今天晚上无论他们怎么做 这笔订单和合同都会是君胜的 你 相信吗 你的话 我不会质疑 接下来 我们就要直面中海最顶层的权贵了 沈先生害怕吗 如果我回答你 他们从来没有资格入我的眼 你会怎么想 这样 正合适 走吧 江小姐 好久不见了 孟家主 向家主 好久不见 板凌来了 坐 这里 你先坐 好 慢着 你肯定yard 邹大少师是庞成的 我今天 drafted 兾大少师有一天 也不配做 秦少说得对 江小姐 您还是让他换个位置 换个位置 向家主 今天这招商会场上 有供这种货色落座的位置吗 丑 难道这招商会场之上 写明了哪条规矩 我审视不能落座吗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小子 闭上 你没有资格和我们跟他 非要这么说的话 是你们俩没资格跟我 对话才是 方子 你算什么东西 敢在这儿口吐狂言 年轻人 我奉劝 做人一定要有辞职之名 别不知好歹 以你的身份 连入这个会场的资格都没有 他怎么没有 两位家主说话有些太咄咄逼人了吧 他是光明正大走进这会场的 你们有的情节 他一样也有你们能坐的位置 他也一样能坐 今夜厅内的座位 可是分三六九等的 江小姐 难道你是不清楚吗 这里 是头牌刺激 只有如我等一般 收到了贺民铁的人 才有资格在此 随我们并坐 沈迟 就是带着贺民铁来的 他一个小小的苏家气虚 哪来的身价配得上这贺民铁 他的贺民铁是怎么来的 在场各位 都心知肚明吧 沈迟是我的丈夫 所以军胜 现在也算是他名下的资产 他 可以 你把他计划的差异 你真以为 你能争取到贺民铁 靠的是你名下的苏州军胜 你能争取到贺民铁 那是因为 你是中海江江的三小姐 你和他结婚 带着他出现在我面前 无非是想打乱我的计划 向我示威 告诉我 你随时可以逃脱我的掌控 但其实这样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像这种货责 根本入不了我秦少林的眼 更不配做我秦少林的对手 我一句话 就能弄死他 而你 又何必将挣脱我的希望 寄托在他身上呢 今天 若是想以军胜为一座在此落座 绝无可能 能撑起贺民铁分量的 不只要求评估资产超过五百 还要有 之相对等的地位 而他 一无所有 适合他的地方只有一个 那 就是这宴会厅之外 所以 立马从这儿 滚出去 秦少说得没错 一无所有之人 不配入场 现在 滚出去 唯有身居高位 光能力度于此 小子 滚出去 别站在这儿 当了我等十家名流的眼 卑贱 不配入场 滚出去 说得再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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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出去 滚 滚 滚 你看 还是他的人 不是我一个 所以啊 归根究底 你连踏入这个宴廳的资格都没有 秦少龄 你过分了 过分 我只是叫他认清自己 顺便 把垃圾扫走 秦少龄 是吧 秦少的名字 也是你能知乎的 不妨 你说 你想押我一筹 逼我出去 可以 但是如果今天晚上 我真的从这儿走不出去 这份代价 你秦少龄担得起吗 大言不惨 我秦少龄今天站在这里 代表的就是中海秦家 中海的世将之首 在这宴廳之内 我也算屈指可数的同好人 你今天去告诉我 把你赶出去 这份代价我承担不起 我没理解错的话 你的意思是 今夜之宴 纵览全场 无人能与你比肩 你 就是这宴廳内 最大的道理 你没理解错 今天晚上就算你们合理相为 也不及我一人之杯 你好大的口气 肚子死活的东西 我看你这嫌命太长了 孟家主 沈迟是我江婉宁的男人 你威胁他就是在威胁我 威胁军盛 威胁日后的中海江家 你莫不是真要护他 是又如何 江小姐 你这么做 就不怕给你 给军盛 给日后的江家 招来祸患吗 那我江婉宁 便一力单支 你 行了 今晚汇聚于此的 是大厦各州最顶尖的名流史家 即便是墨尾边缘的 放眼整个朔州 也是高高在上全世滔天 而你 连一个入场资格 都要靠别人施舍的无名之辈子 又是哪儿来的倚仗 敢在这儿公然丧野呢 我自己的地便是最大的倚仗 漫妮 这就是你的选择 一个只会哗众取仇 到头来毫无价值的废物 连和我并坐的资格都没有 你好像误会了 是你 没有资格和我并坐 好 那就拿出来你引以为傲的资本 给我们看看 看看你是富可敌国 还是全是滔天 可以 我满足你 所有资产万亿 和某于这会场之上 威力上座 这 真是 这不可能 这 金雀云门 怎么回事 怎么反应都变得那么激烈 这张卡 是有什么特别的吗 你竟然不知道 金雀云门 象征着云雀国际 最高格度 最高权限 最高级别的尊享黑港 全世界 只有发了一张 可以随时掉入一万资源 多少钱 一万资源 一万资源 这张卡 怎么会在你手上 这张卡 为什么不能在我手上 据我所知 这张卡 全世界只有一张 而唯一有资格拥有的人 就是云雀清君 我 就是云雀清君 金雀 你要是围绕这张卡编一套说辞 我还可能欣赏几分 但你却直言自己就是云雀清君 是真当在场各位都是傻子吗 不不不不不 郭鹏告诉你 在这之前 你冒充云雀清君的事 早就已经人尽皆知了 现在 又准备了一张假卡 还想故技重拾 我看 真是不想要命 来人 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给我拿下 过手 过手 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竟然敢对沈湘医生家庭 还不过退下 抱歉了沈湘医生 都说你是输了 喂 张庆之 你什么意思 秦少 你是什么意思 他 苏家气血 身份卑贱 本没有资格入场 却出现在了宴廷之中 而后 又肆意妄为口出狂言 甚至当众冒出云雀清君 你陈庆之 不会要保他吧 秦少 招商会马上就要开始 我奉劝你 不要在这里大张旗鼓地找事 你当真要保他 这可是在朔州的招商会 不是在中海 更不是在秦家 秦少 我希望你住一点场合 好 那我就要看看 你究竟能保他多久 沈先生 江小姐 招商会马上开始 开前二位 先入座 看来现在 秦大少也认同 我的丈夫 有在这里落座的资格了 那 我们可要和你一起并坐了 秦少 走 等一下 我说过 他没有资格和我并坐 而且今天晚上 咱们的位置也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 那 才是我们的位置 我们的位置 没错 那里 才是今天晚上 我们两个座的位置 大言不惨 那 可是武统手座 岂是你这样的卑贱之徒 所能染指的 武统手座是这夜庭中座最高处 你以为你是谁 也不可以在那里落座 这武统手座本就是为我而胜 你可真是 大包奸 武统手座是海省四大商会会长 位持有七黄铁的大人物 作者的最高位可屁靡全场 独享尊荣 而七黄铁 更是本次招商会最为尊贵的情节 是由四位会长亲手拦博的 至于你 绝对不可能有七黄铁的资格 你就这么确信吗 不错 即便是我 也只是知晓七黄铁的存在 并未见其容 恐怕 连七黄铁是什么都不知道吧 那 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你口中的七黄铁就是我这里 七黄铁 怎么可能 现在 试问在场的诸位 我审持是否有资格位列这武统手座 好 不可能 他不过是硕州苏家一个器序 怎么可能有七黄铁 四位会长眼高于鼎 又怎会把这绝无仅有的七黄铁 交给这样一个尊卑不分的东西 他手拢的七黄铁 怕不是造了假 不错 这小子连金雀云文黑卡都敢伪造 那准备一张炸的七黄铁 就更不稀奇了 今夜我等绝不能让他做上武统手座 否则就是对我等施加名流 是裸裸的羞辱 对 羞辱 叫他入座 绝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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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沈先生手中持着那才是真正的七黄铁 没有造假的可能 真的七黄铁 我前少林不信 除非 你陈庆只能拿出铁证 证明他手里的七黄铁是真的 否则难以不中吧 没错 我向永婷也不信 我孟平远 头样不信 证明 这张铁铁 只因为它能是七黄铁 就是因为它马上交到了沈先生的手中 七黄铁是以沈先生而容 即使没有这七黄铁 这高铁纸上 胡同手作 也依旧非沈先生莫属 你去证明 七黄铁以他为荣 笑话 他做什么东西 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发 你敢对沈先生不敬 我秦少林出身中海世家 乃当今中海世家之手 纵观整个中海 谁不知道我秦少林的地位 他算个什么东西 你也配让我尊敬 陈庆致 我看你就是在包庇 想为货会场吧 现在 为货会场的是你 是我 你公然为他站台 承认他手上的七黄铁是真的 不仅想送他上梧桐手作 还妄想让我们所有人都接受 十万在场的各位 有谁能允许这样的货字 横在我们头上的 我忠海相家 不接受 忠海孟家 不接受 朔州李家 不接受 朔州孙家 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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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 以下犯上 以下犯上的是你陈庆君 若不是看在四大会长的面子上 若不是因为这里是座州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你也配带着跳梁小丑 在我面前要不扬威 秦少说得没错 陈庆芝 你不过不是真以为 我们拿你没有办法吧 等到四大商会会长秦志 也没几个 谁都逃不掉 谁说我要逃了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 你们为之如虎的 中海四大商会会长 于我沈氏面前 只当俯首称臣 好 好一个扶手称臣 脚子 接着你今晚说的每一句话 我等着看你 万劫不复 日末以待 此不量力 千万里 有点出乎我的预料 担心 娄子统议太大 一发不可收拾 你害怕吗 不是 我说过 如果真有什么 挡不下来的滔天或坏 我会和你一起坦然认对 你并克服 今晚不管发生什么 我教了你 都会再听你 那就不必担心了 今天晚上 他们谁都动不了咱们 招商会快开始了 留给你的时间 就快到头了 中海四大商会会长到 四位会长到了 这小子命 你该结束 江婉娘 这一次你做的训练 真是愚蠢至极 中海新少林 恭迎四位会长 恭迎四位会长 有什么事吗 周会长 今晚这招商会上 混进来一只不知死活的苍蝇 苍蝇 不错 他就站在那儿了 这一场招商会 本该是我世家名流 共争荣光的盛会 四 苏家气血 却凭卑贱之身 立于场上 四亿妄为 苏家齐血 卑贱之身 四亿妄为 没错 他生来下列 没有与我等世家名流 并立场上的资格 所以今天到来 就已经是尊卑不分 以下犯上 好一个尊卑不分 以下犯上 不仅如此 他还伪造金雀云文黑卡 妄图于此 冒充云雀青军 冒充云雀青军 对 被窝等接山之后 他又拿出了伪造的七皇帖 还扬言 要登高位之上 做梧桐首座 而陈庆之 非但不加以阻拦 反而助纣为虐 公然被他占台 使他蔑视权卑 还扬言 全场合围 不及他一人之威 此乃罪无可恕 理应当初 没错 此子罪无可恕 理应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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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做得不错 周会长言过了 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周会长 我们滚开 技术 公开 公开 沈先生 沈先生 沈 沈先生 今夜招商会 还请沈先生 登入高位 入梧桐首座 登登上高位 入梧桐首座 登登上高位 入梧桐首座 入梧桐首座 周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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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会长 邱会长 你们 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一切 无你所见 我等 只是在邀沈先生入座 沈先生 他坐下回沈先生 够了 我们中海四大商会行事 需要向你解释 沈先生的身份 你有资格置疑吗 周会长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是 是 是啊 是啊 他 他不过是 朔州苏家一个扫地 那是朔州苏家瞎了狗眼 而你们一样 还请沈先生 登入高位 入梧桐首座 那 这厅内高位 梧桐首座 我沈某就受之不公了 今天在这会场之上 有谁敢为难沈先生 得罪沈先生 他就是我们中海四大商会的敌人 当赶尽杀鸟 周会长 这么做 未免有期有时空运 独断钻缝了吗 犯谁偏从这 离影不出 如此代价 凭什么 他算是凭什么 我等再不济 也是大夏境内 身世显赫 未高权重者 凭什么只是禁犯于他们 就要对我们赶尽杀绝 这是禁犯于他 小子 敬你先前那句 罪无可恕 理应当诸 就足够你中海秦家 灰灰烟灭 我不信 周会长 我中海秦家 虽不迪四大商会 但在我中海 也是万人之上 我背后 有大夏第一士族 帝京沈家 没依靠 而他 凭什么能让我们秦家 灰飞烟灭 就算我秦家 不及他 难道 我背后的帝京沈家 你也不放在眼里吗 没错 四位会长 我们中海世家 或许尚有不足 但是帝京沈家 纵观整个大夏 有谁敢不放在眼里 孟向两家和秦家 是至家 来往密切 深知秦家和沈家的关系 今晚 四位会长若是为了他 为难我等 为难秦家 怕是帝京沈家那边 交代不过区分 你们 未免有点自信过头了吧 拿周会长大可动手试试 灭了我们秦家 到时候 我们就看看 四大商会能不能经得起 帝京沈家的问责 小子 你能得四大商会的拥护 确实有嚣张的资本 但要和我秦少林做对手 你还差得远 我背后 有帝京沈家作为依仗 张可达云雀国际 云雀清军 而你 如果只有四大商会做了支撑 看 没有任何资格 跟我斗 半次 你知不知道 你在跟其中啊 是谁告诉你 我的倚仗是四大商会了 难道除了四大商会 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强横倚仗 能和帝京第一世家 沈家共争丰盲的 我说过 我自己便是这场上 最大的倚仗 你的意思 只你一人 便可与大夏第一世家 沈家相提并润 你说得不错 各位可都听见了 他说只凭他一人 就可比我大夏第一世多 他说什么 狂妄之极 四位会长 今夜之事 看在你们的面子上 我们可以跟他陪 以化解恩怨 但是 要让我等 对他低头道歉 怕是树男从命 是以赶尽杀绝 更是绝无可能 没错 赔礼可以 但是 像他这种 狂妄之头 低头道歉 不行 赶尽杀绝 更是绝无可能 赔礼 赔礼 如果你要有扬威的本事 直到这儿了 那在我看来 也不过如此 就连鸭人 扶手 都尚不够壳 还谈什么与沈家 相提并论哪 如果你还有什么手段 没有展示 那你大可以拿出来 让我 还有现场名领们看看 没有了四大商会 凭你 还有多大能耐 可以 先前 你已是鸭 现在我已是还你 三分钟之内 让秦家 与中海出名 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三分钟内 让秦家与中海出名 对 是谁说梦 秦家贵为中海师家之首 家族产业之庞大 远分超人之想象 其实你一句话 都能抹出的 三分钟内 让秦家出名 便是四大商会联手 都未必做得到 我们四大商会 的确没有这个能耐 但是 这并不代表沈先生 不行 丘会长 你大可不必为了维护他 说出一些荒诞不羁 有损生威的话来 荒诞不羁 有失生威 那是你还没有看清楚 你此面的沈先生 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不错 沈先生若想让秦家 于中海出名 三分钟 无疑 那我倒想问问 各位会长 究竟是为什么 会让你们觉得 他除我秦家 轻而易举 因为 你引以为傲的 帝京沈家 正是因他而入 你什么意思 秦少林啊秦少 你还不明白吗 沈池沈先生 就是帝京沈家的三公子 世人是以他的传奇的代称 是他一手扶起了云雀国际 他就是云雀清君 什么 他是沈家三公子 还有云雀清君 不可能 他绝对不是沈家三公子 更绝不可能 沈云雀清君 怎么了 少爷不好了 毕竟沈家和云雀国际 突然联合发难 我们沈家 马上就要破产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 秦少林 你能以清君并列于此 已经是你毕生的大胸了 你是借了谁的狗胆 竟然敢三番五次的暴犯清君 不可能 他明什么 他为什么能去决清君 他为什么 事实已经摆在你面前了 就算你否认有意义吗 来人 把秦少林带回去 送回秦家 告诉秦家家主 今夜秦家 是因为秦少林而被灭掉的 秦家家主自行发落 是云雀清君 他怎么可能是云雀清君 我不接受 他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云雀清君 他不是云雀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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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他是不是云雀清君 说呀 说呀 他是不是云雀清君 他不是云雀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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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想错了 他不是云雀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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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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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我 我们本无意冒犯您的 是啊是啊 今晚这事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好了 我呢 也没有什么兴趣 听你们解释 今天晚上我只给你们一次机会 三日内 清算你们两家所有资产 奇数转移到军圣名下 如若做得到 你们上课有一条活路如若做不到 就同秦家一起中海出名吧 还请秦军放心 我们中海相信一定做到 中海孟家一定会做到 秦军愿给军委活动 敢进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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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至于你们 今天晚上我就不做追究了 但若日后再犯 我定一一清算 谢谢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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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已至此 这场招商会也没必要继续了 老周 差人把合同和订单送往军上 是 咱们也该走了 谢谢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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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知道为什么自大商会对你们苏家如此的排斥 连我爸都出面了 也没有任何办法 看来今天的招商会 注定和你们苏家无缘了 看来今天的招商会 注定和你们苏家无缘了 怎么会这样 都是那个白眼狼身上的货 现在 合作合同没了 订单订单没了 连这招商会的大人物 我们都没得见 我们这是遭了什么孽啊 遇到了慎持这个灾心 气死了 徐少 那 我们苏家之后的地位 岂不是要一落千丈了 别担心 清宵宴才是重道戏 清宵宴 对 明日 我许家寿地经沈家之徒 在天书庄园举办清宵宴 届时 地经士族其职 沈家三公子 明君雀清君引会现身 明君雀清君 清宵宴 那我们苏家能去吗 当然可以了 这清宵宴是在我们许家的庄园去办的 好好好 那两天后 就麻烦云泽多帮帮我们苏家啊 哥母您放心 我许云泽不是沈时那个 明日清宵宴 我必祝你们苏家重回巅峰 看你这话说的啊 他一个白眼了 怎么和你徐少相提并论呢 晴月 谢谢 快谢谢 谢谢啊 晴月 我们之间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现在天色已晚 我赶紧安排车送你回去 咱明天再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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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真的是一切清真 你刚刚不是都看到了 可是 之前递经的那种 我知道 你现在心中很多疑惑 但是这件事情啊 太过复杂 我也没有办法现在向你解释 是这样的吗 等明天清宵宴结束之后 我专门抽时间 一一解答你系统的话的话 如何 好 好 那我就静候清真佳音了 新商店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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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青军 地经之变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 那个丫头呢 什么状态 林小姐离开了 离开了 是的 但零件前 林小姐给您留了一样东西 说是要您返回地经后 亲自取它的保险箱里去 您看 要不要带回说州 不用了 那个丫头不定精怪的 谁知道她流下什么恶劣剧呢 想抱着吗 好的 那我就尽快返回说中了 小姐 您的父亲家主大人 他今晚到海城了 怎么试试 你好 请问你是审时先行吗 我知道 你们是 我们老板要见你一面 主人 您带到了 好 下去吧 你就是审时 是我 请问您是 中海江家家主 江客亲 婉宁的父亲 婉宁 不是你该用的称呼 江伯父 您这是什么意思 你看到外面 看到什么 灯火通明 车水满 高楼入云 纸醉紧迷 这里 就是说州最繁盛的夜景 可叫之中海 却是天地之灭 却是天地之灭 每当我凝视中海夜景的时候 都不见感慨自己的渺小 我江家 虽贵为中海事 却仍不算是颠色 所以 我惭愧 没有让我的妻子和女儿 站在中海最繁盛最高处 你认为 小营 值得拥有这份团生 当然 你们呢 你能给的什么 你能给的什么 江家库 您想表达什么 我知道你近期后家 管理走得很近 但你配不上 江可行的女儿 那谁能配得上 秦少林吗 难道不是 您展开说说 秦家乃是中海首富 少林 更是秦家的佼佼者 心性沉稳 能力拙扰 现在更是能独挡一面 厉害厉害 宛宁若是嫁给他 立刻便能在中海的顶层 有一席之地 更是能够陪着少林 一起站在中海的最高处 享尽殊荣 受尽艳羡 而这些 少林能够轻而易举 给宛宁的东西 恐怕 你终极一事 也无法达到 你 并定是本人的拖累 你怎么知道他秦少林能给的 莫救 因为你是苏家庆叙 陆武文一事不成 只能脱脱在最底层 连仰望少林的资格都没有 你错了 蒋家 是他秦少林没有仰望伙子的资格 况且过了今夜 中海将再无勤将 哼 大言不惭 你以为你是谁 你直播就是一个上门吃晚饭 竟然在这儿淡放厥词 究竟哪来了本事 你敢说小林一事疯狂 我看你 你简直就是 虚不可及 庸宝副 与你而言 中海便已是附属之地 底身世家顶层 已是你毕生追求 可你又怎会知道 这些对我来说 脱手可得 毫无意义 这儿 就是我许家的天苏庄园 在你 就是天苏庄园 是啊爷 今天这么讲 可谓是万柱主 灌溉云景 怎么样 可我赶快下去了 不然一会儿 靠里边的位置 都被坐满了吗 这个不用担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天悦 你苏爷爷 我们下去吧 好 天悦 你们坐这儿 好 这儿 许少 今天这清宵宴上的座位 是不是还有什么讲究 倒有些讲究 但是啊 没那么细致 那边呢 是给一些 上层名流准备 那边靠后的位置呢 是给一些小家族 哦 那理财那个的位置呢 那边呀 那边是给 出身中华的名流世家主 咱们说的周雅 至今没有人可以坐在那里 陈迟 陈迟 他怎么是 而且那边 不是只有周凯和地坚的 师徒豪文才能坐的位置吗 啊 陈迟 陈迟 你敢擅闯这清宵宴 你当真不怕死吗 擅闯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擅闯 我是擅闯 是什么 这清宵宴是你有资格进来 你有资格落座的吗 别害我们苏家的滑眼了啊 尽管还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害你苏家 你先前不是说苏家没弄过 会变得更加行政 所以你离开了苏家就四处跟持手飞 陪我苏家抹黑 是吧 是 是的 我没想过你是这样的 就算我没关系 你也不用这么恶毒的报告苏家 说不定呀 他今天就是故意来的青霄雁捣乱 想要破坏我苏家一杯冲天的机会 混账 苏家养了你五年 你就这么回报 苏家养了你五年 你就这么回报 脏水别往我身上哭 你们苏家能有精神是咎悠自驱 我还犯不着为了牵连你们苏家 而去惹食神 袁庄 你以为我们大家都看不错 你那个威略的仙子 我劝你啊 识相的话 赶紧把你当努强服的那些兽兽交给 说不定呀 我们念及往日的旧情 还能让许少帮忙向苏家求个情 抱着一条活路的客 跟沈家求情 他许云泽还没这么大胆的怨怨 至于那些兽典 我说过 是你们苏家伍佩 与其关心这些 你们还不如好好想一想自己还有什么后路 以免土崩瓦解之时 毫无动操 装模作样 我告诉你 许少 可是认识人家 沈家三公子 云雀亲君 有了他 我们苏家 来到大兴 都现在了 你还信他的话呀 你当什么意思 你说我什么意思 心知肚明 你不就是想说 许少才说我 你以为我们会相信吗 我看你啊 就是记住许少 所以才故意不非 没错 人家许少 给我们苏家的多少 你又给了多少 你也可以在那说许少 是 啊 这五年我给你们苏家的 就是他许家倾家荡产也妖不可及 够了神奇 都到现在 你还这么刺激为师 你逃了去 别把他废话 来人 给我把他们俩拖出去 手 走 还不过退下 慢着 陈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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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什么意思 这小子擅闯清宵宴 我当然是要把他护出去 陈总 我看你好像要保护你 这位先生本来就是清宵宴的来宾 来宾 他配吗 陈静芝啊 我不管他给你多少保护 敢让你这个时候跳出来保护 你当真不怕这些神家动怒吗 陈静芝我告诉你 今天是在我许家的天书保护 我就是要把他赶出去 千万老子来也保护住他 你敢 看我敢不敢 动手 中海四大商会到 一样 十分钟 았는데 林国人 四大会长都到了 清宵宴马上开始 难道你还要继续动手吗 小子 今天算你宣秀 等会儿神家都好 我看你怎么死 是无诞 圣池 这个地方你不该走 这个位置你也不该坐 你还这么理直气壮 你知不知道你坐了这个位置 会有什么后果 不好意思 这清宵宴 就是为我而办的 而这个位置 亦是为我而生 至于坐在这里会有什么后果 就不劳烦苏总可以行了 还真是你要可救 姐 既然他都这么说了 你还管他干吗 让这次生死灭了 走 咱们回去 他让我失望 我们终究不是一关 请不吝点赞 此次 地精沈家和云雀国际 特此在硕州 设清宵宴的这目的 大家已经都很清楚了 大家勤聚于此 就是为了一督 云雀清军 沈家三公子的尊荣 我在这儿不足 耽误大家时间了 有请 兴致 兴致 兴致兴致兴马上就要现身了 你们好好听着啊 那是水 兴致吗 我知道啊 哦 看起来是孙家的期训吧 师 怎么站起来是他 师 怎么站起来是他 这个废物 不会想在这种场合下 再冒充一次云雀情绪吧 他只是老死 以后我们孙家对他化群的戒业 孙家已经是必备连累 而是孙老爷子的 我说这个神痴 才敢在这个时候站起来 不孝命 神痴 疯了吗 这里是金箱也不是苏家 小子 这不是你西方围的场所 赶快坐下 江家主 走 你到底要怎么样 你能不能不要再做你白日猫 你跟仪雀清军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你到底要怎么样 小姐 让开 让开 我救过你 是 叶欣求死 中海周纪森 恭请沈先生 登开 中海周纪森 恭请沈先生 登开 中海周纪森 恭请沈先生登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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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请沈先生登台 云雀国际首席执行官 这 清君 他是清君 这 你是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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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可能是明确清君呢 我这 所以 你真的是一切清君 是 那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 我告诉过你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 我告诉过你 而你 没有想起我 哪怕他说着漏洞百出的我话 自称与我相识 得我亲之 你依旧深信不疑 你依旧深信不疑 我之间 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 我 我之间 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 不是 朱卿月 你我早已恩断义绝 在胡瓜哥 从今往后 请你不要再求求我 请你不要再求求我 清 清 孙力全啊 自己说 苏重业 现在 你们还觉得苏家没了我会更加兴盛吗 我还要 我还要 苏家完了 这些天 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吕云泽 现在 你还敢自称与我相识吗 现在 你还敢自称与我相识吗 我选择 三番五次冒 我 我选择 我 你测丢了 江家主 你还记得昨天晚上你同我讲过的话吗 现在 你还觉得是我不如秦少女 是我愚不可及吗 是我 是我错了 江小姐 可否同我一起 我一直接 你 可否同我一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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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我 我回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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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我想 我们以后相处的时间还有很长 关于你想知道的一切的一切 我以后慢慢讲了一天 那 沈先生可不要走走不太断了 当然 我擅知 乐意不败 敬天天